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这位老翁装成虚弱的模样 以由九尾狐上前背自己 下一秒就抱着九尾狐 发出一阵黑烟 与对方交换了身体 胡子老翁施法和李燕交换了身体 李燕假扮成胡子老翁 回到死神兵团 打探到有来兵团共有五个人 而神秘的团长如今不知身在何方 与此同时 胡子老翁利用李燕的外表 换了红珠和无影的信任 当他得知红珠偷走了李燕的守护时后 立即上手去抢 红珠是个暴脾气 一拳把假李燕打飞 还掐住他的脖子 就在打斗甩 大胖靠近红珠 学女则去对付无影 而真正的李燕因为老翁的身体受伤 战斗力不佳 没有加入战局 躲在一旁死寂而动 双方各自开战 没想到重量截大胖竟不是红珠的对手 被他打倒在地 一旁的假李燕发出嘲讽的声音 大胖气不过 拎起假李燕的衣领 胡子老翁连忙两名身份 但大胖不信 想狠狠教训嘲笑自己的家伙 红珠抓住大胖 让假李燕砍他 假李燕没有听话照做 反而一刀砍敲红珠 这下大家才知道 李燕和胡子老翁已经交换了身体 见红珠受伤 无影担心不已 学女趁无影分心 拉住她的胳膊将她动住 这下三人小分队只剩下红珠孤军奋战 红珠寡不敌重 很快就被学女动住 这时无影都用法术自我解冻 就在学女从红珠身上拿走守护石神 无影从身后给了她一刀 大胖向无影冲去 奈何体重过大 身体隐隐度低 为灵活的无影一连给了好几刀 无影已经筋疲力尽 但还是坚持使用自己的法术 为红珠解冻 大胖上前阻止 从身后抱住无影 狠狠勒住她的腹部 无影口吐鲜血 依然坚持融化红珠 学女发现无影的特长是食用火 于上胡子老翁和无影交换身体 不过在这之前 她们要先毁了李燕的身体 真正的李燕就在一旁看着 她们一刀又一刀地伤害着自己的身体 交集万分却又无能为力 就在老翁与无影面对面 即将启用法术的时候 李燕终于找到机会 及时冲到老翁面前 挡下了她吐出的黑窝 老翁来不及终止法术 被迫和李燕换回了身份 李燕一换回来 就操弹了氛气 降下一道惊雷 将老翁当场劈死 胡子老翁死去 大胖口学女也成不了气候 李燕从学女手中拿回宝卧 两人见势不利裸晃而逃 疲惫的三人躺在地上 再睁眼时 他们正躺在饭店的地板上 他们发现 虽有夜叉都被杀光 李燕以为是李朗所为 三人回到妙园阁养伤 生活看似恢复了平静 直到有一日 兄弟俩聊着天 李燕突然发现 李朗在阳光下没有影子 李燕觉得奇怪 回去找两位小伙伴 询问他们是否记得 那日几人是怎么 回到妙园阁的 三人都只记得 在饭店醒来 但失去了 从饭店回妙园阁的记忆 李燕终于明白 这里不是妙园阁 他们还被困在房间里 意识到这一点后 三人终于摆脱幻境 回到了房间 团长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团长命令李燕交出宝物 没想到李燕竟乖乖交出 原来在很久之前 李燕刚入住饭店时 和团长打过照面 那时团长就已经将他迷惑 拿到宝物后 团长让李燕清醒过来 接着他又迷惑了 红猪无影二人 让他们自相残杀 一旁的李燕只能眼睁睁看着 李燕假意对团长示弱 就在团长放松警惕时 李燕突然念了一句咒语 大胖和学女二人围了过来 大胖前阵住团长 学女将他冰冻 李燕拿回来宝物 反转来的措手不及 原来九尾狐可以施展类似的幻术 早在李燕还在老翁身体里的时候 就已对学女和大胖下了骨 李燕一刀捅入团长的身体 接着命令学女大胖二人 带着团长一同从房顶上跳下去 李燕刚解决了敌人 无影突然出现抢走宝物 还好李燕警觉 只被无影抢走矜持 守护时仍留在李燕这里 无影拿着宝物逃走 一身受重伤昏迷在了路边 还好悬疑翁发现了她 把她带到田螺姑娘那里 请田螺姑娘好生照顾 无影伤好后 向田螺姑娘告辞 她心里还挂念着就哥哥一事 无影拿出铜镜 哥哥出现的第一时间不关心无影的伤势 只关心她有没有拿到宝物 无影只拿到了金尺 虽然只有一件宝物 但哥哥还是急不可耐 让无影今晚就行动 哥哥如此着急复活也是有原因的 朵一婆正向李燕讲述这段往事 她拿出一张画卷 上面的人物却没有脸 最开始世上只有一位山神 并不是四位 画上这位便是一开始的原始山神 后来原始山神发疯了 世上开始有了妖怪 于是阎罗王杀了她 并将原始山神的法力 划为四件宝物 封存在四个不同的时代 守护蛇和金尺就是其中两件 这两件宝物不该存在于同一时代 他们会像磁铁一样互相吸引 努力变回一体 如今无影夺走了金尺 她想用金尺唤醒哥哥 但她真正唤醒的或许并不是哥哥 而是原始山神 此时无影已经开始了唤醒一顺 夺一婆之所以没有阻拦 是因为只有唤醒原始山神后 才能将她彻底抓住 所以必须冒险一事 无影结束了唤醒一顺 哥哥终于回到面前 无影激动地抱住哥哥 他却没有看到 在他的背后 哥哥的十个手指都是恐怖的黑色 哥哥将无影越抱越紧 无影快要不能呼吸 哥哥这才承认 自己并不是他朝思暮想的哥哥 说着原始山神在无影的额头上清净一点 无影向后倒去 她的心脏不再跳动 眼前越来越黑 慢慢走向死亡 无影脑海里闪现出不同的画面 她想起纯真的小事后 想起红珠 想再见红珠一面 想活下去 而李燕得知真相后 奋力向无影赶来 她来到无影面前 无影已经生命垂危 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请李燕保护好红珠 说完便在李燕怀里沉沉睡去 无影到了最后一刻才明白 其实李燕和红珠 才是自己真正的家人 而她最好的兄弟 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那就是李燕 同一时刻 李朗那边也发生了危险 在饭店房间时 没有原格的姑娘正准备杀了人鱼 李朗回来 为人鱼喝下解药 寸步不离地陪在身边 人鱼这才免于变成夜叉 劫后余生的两人在外约会 一直有个身着披风的女人 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趁李朗暂时离开去买东西 女人靠近人鱼伤害了人鱼 她竟是还未死去的雪女 与此同时 大胖也拦住了红珠的狗狗手下 李朗买完东西回来 发现人鱼不见 只见人鱼的牵纸和罐子 睡了一地 李燕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小雪人 她意识到这是兵团所为 他们还没有死 从现场血迹来看 人鱼没有受致命伤 很可能是被活捉了 李朗很自责 若是自己没有把人鱼独自留在街上 悲剧也不会发生 李朗不断地埋怨自己 还赌气让李燕走 回到属于她的时代去 再也不要管自己 李燕抱住弟弟 两人约定好了 要一起战斗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